前首相敦马哈迪声称推崇多元种族国家是违宪 引起了争议 对此国会上议院前主席丹斯里莱士雅丁表示 联邦宪法中有几项条款明确了我国种族多元化的重要性 莱士雅丁指出 反映种族多元化的条文包括联邦宪法第八条款 该条款阐明所有人都享有法律的平等保护 以促进种族多元化 无论是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塔达山人、母绿人、乌鲁人还是达雅人 在法律面前都应平等对待 他还提到 联邦宪法第153条款也明确了马来人、各州和东马原住民的特权 以及其他族群的权益 因此他强调任何政党都不能像敦马哈迪前首相所说的那样 指责宪法对多元种族不予重视 宪法确实赋予了各种族的多元化权利 莱士雅丁进一步解释道 根据宪法第11条款 每个人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利 这也是承认种族多元化的一个例子 此外 宪法第12条款提到了宪法保障每个人接受教育的重要性 不允许因宗教、种族、血统获出生地而歧视 副首相兼巫统主席阿末扎西敦促前首相纳吉的支持者 在8月12日的州选举投票日中支持团结政府 他表示 纳吉的法律问题与即将进行的六个州选举无关 而纳吉本人愿意支持团结政府 阿末扎西说 纳吉不仅要求他的支持者投票支持 还呼吁全马来西亚人民支持政府 在参加活动时 阿末扎西在媒体的询问下指出 仍然有人认为巫统没有尽力为纳吉争取应有的正义 他补充说 那些认为没有为纳吉辩护的人 没有任何借口 他进一步提到 除了从法律层面上做努力外 还需要从社会各个层面做出努力 他提到 纳吉已通过他的儿子莫哈莫尼扎 传达了对团结政府的支持 祖国斗士党主席拿都斯里·穆克里兹指出 斗士党仍然对加入国盟抱有希望 并希望国盟考虑让他们加入 共同应对即将到来的六个州选举 他表示 斗士党不希望被视为分裂马来选票的破坏者 相反 他们认为巩固马来选票是国盟应对竞争对手西蒙和国阵的最佳方式 穆克里兹强调 斗士党深选的目的并不是要主宰政治 也不是追求高级职位或在任何州属执政 他坦言斗士党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 他补充说 他说 本身知道自己被标签为阿兹敏的追随者 但他尊重选民于2018年全国大选赋予的权利 并且继续留在公正党 我没有后悔不跟随他离开 并成为叛徒 这是为了雪兰俄州的稳定和繁荣 他强调 继续留在公正党和西蒙是一项对的正确的决定 因为西蒙比其他联盟更适合领导雪州 他说 雪州去年为全国生产总值贡献达25.5% 比前年的24.8%还要高 阿兹敏不在雪州后 雪州的生产总值立刻激增 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表示 在我国历任首相中 拿督斯里安华是苏贪决心最坚决和强硬的 陆兆福昨晚接受火箭报的访谈节目时指出 安华反贪意愿坚定 并多次强调自己的反贪立场 以确保我国能够摆脱贪污腐败的阴影 他说 无庸置疑 安华是一位非常有决心反贪的首相 他明确表示 尽管团结政府在反贪方面 受到各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施压 但行动党将百分之百支持和信任安华 以确保马来西亚成为一个更加廉洁的国家 他说 我们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这是充满挑战和阻力的 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位 具备反贪决心的首相 我们没有理由放弃 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他 他提到 尽管国盟一直标榜自己是连结政党 希望通过此来吸引人民的支持 但国盟领袖在过去几个月 却卷入了贪污丑闻 他还希望安华在接下来几天内 公布团结政府的席位分配名单 因为黎州选举提名日还有约三周 他强调 行动党从未放弃胜者守土的原则 因此已只是行动党做好准备 捍卫议习 他说 我们的立场非常坚定 我们不是要求更多 而是要捍卫我们赢得的议习 这并不是过分的要求 此外 对于大马民主联合阵线木 打单独参选州选 他认为在一个民主国家 不能阻止任何政党参与选举 他说 至于是否会分散选票 这一点我们必须承担责任 确保我们参选的选区 能够说服选民哪个选择最佳 这不仅仅是为了州的利益 也要考虑国家的方向 他呼吁选民将选票集中给团结政府 不要浪费给其他阵营 以确保团结政府的力量得以保持 这样我国未来几年的政治局势 和经济发展才能更加稳定 陆兆福坦言 行动党常成为敌对阵营的攻击目标 而行动党是否能够帮助洗清这些指责 则需要时间 他表示 行动党一直是马来选民 争夺马来选票的攻击对象 对马来选民施加压力 威胁他们如果不团结 权力就会交给行动党 虽然明知整个政治情况并非如此 但他们不会停止 利用行动党来操纵情绪 他说 我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完全改变马来选民的看法 但如果我们能够长时间执政 确保我们有良好的政策 和更好的管理国家 肯定可以改变他们的看法 他继续表示 国盟非常担心这一点 如果我们有更长的执政时间 他们就不能再继续操弄这样的问题了 所以他们非常担心 我们有五年的时间来证明我们的实力和能力 陆兆福表示 六州选举不仅关乎各州政权 也影响中央政权 他强调保持雪州政权 对团结政府至关重要 以确保稳定的政治局势 他提到国盟可能会运用种族主义策略 但行动党将坚守立场并捍卫选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